有騎士行進台北市大統區 為了禮讓救護車先行通貨 卻反而被後方的騎士追撞 兩個人雙雙倒地 還好只有四肢擦錯傷意識都清楚 另外在新北市英哥 則是有騎士闖紅燈 被轎車給追撞 騎士安全帽當場噴飛 警方一查還發現他不只闖紅燈 還是古照駕駛 騎士來到路口 就是左邊傳來救護車鳴笛 趕緊停車禮讓他先通過 但才剛刹車放慢速度 就被後方機車追撞 只見鏡頭畫面瞬間天旋地轉 騎士連人帶車倒地 從另一個角度仔細看 後方紅色機車經過路口 似乎也沒有減速就追撞過來 18時19號早上8點多 台北市重慶北路和明泉西路口 剛好是上班尖峰時段 騎士里讓救護車殘遭追撞 兩人雙雙倒地 豪在只有四肢查錯傷 警方初步研判 事後防車輛 沒保持安全距離釀貨 另外在新北市鷹哥 轎車綠燈通過路口 左邊卻突然冒出一台機車 閃避不及當場撞上 擋風玻璃瞬間碎成蜘蛛網撞 騎士闖了紅燈 撞擊瞬間安全帽噴飛 騎士旋轉兩圈才停下來 後續鬆衣治療 無照駕駛闖燈不只換來一滿身傷 這下罰單也多一張 記者請幫忙忘記啊 台北超報道 開始